透過望遠鏡 一群白鹿在市地上觅食 但是這一位長腿小白鹿 鳥嘴的部分看起來特別突出 引起了鳥有關注 在那邊亂跳 很可愛耶 原來小白鹿的鳥會一塊黑黑的 小白鹿甩著頭企圖要擺脫掉它 鳥有觀察到 小白鹿站的位置就在文革池中 換句話說 小白鹿被蛤蟆夾住了 畫面整整持續將近一分鐘 小白鹿最後放棄掙扎 就是去啄食那個 沒有收到的那個蛤蜊這樣子 啄之後就被蛤蜊夾到 現場都覺得蠻驚訝的 因為那個鳥它還自己一直飛 然後一直想要把那個蛤蟆給甩掉 嘉義部帶市地 根據高雄野鳥學會的統計 全鳥三萬四千多隻 是名符其實的猴鳥千禧終極站 真是上演了小白鹿對戰文革 和陳羽育蟆相針的情況很類似 只是鳥種不一樣 成了鹿蟆相針 就是會去吃 像這樣子餘下貝類的東西 這個是他們的提醒 所以他們會自己處理這件事情的 專家提醒 這樣的大自然生態能夠親眼目睹 真的很神奇 但是千萬不要出手干預 一旁觀察就好 避免當得利於翁 三天新聞到國雄 志榮嘉義報導